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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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成都吃宵夜 那现在是夜里11点多 我们在吃一家酸萝卜鱼 这家店呢 我最早吃了5次以上 那他们家鱼是先炸过的 我们先捡了4斤多的鱼 他们家的鱼真的是我吃过最惨的 又遭电击 又遭雷打的 因为现在还可以吃那种酥脆的酱 哇 这个鱼炸过的就是不一样 吃起来还是有一种油酥的香味 它的这个表面呢 其实有一层特别薄的糊 但吃起来就特别香 就是这种油香 鱼香 像是这个锅底的这种香辣味 吃起来完全不腥 表面滑滑的 有一丢丢脆脆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黏黏的效果 所以整个口感非常丰富 滑嫩 黏脆 香 无味一体 最近好像都要下雨程度 来一顿鱼火锅 去去湿气 非常不错 酸饺茄 而且他们家其实有很多种鱼 我比较爱的是这个酥皮鱼 我觉得没有吃起来好爽 就感觉在吃肉 我必须要说一下他们家这个酸萝卜 这个萝卜真的太绝了 那个酸味提在这个鱼肉里面 真的非常有趣 就感觉有的时候像在吃酸汤鱼的效果 所以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鱼 没错 排斥鱼 这个毛肚比昨天那个毛肚稍微老一点点 但依然很好吃 可能朋友经常说我手势这么多 我其实要告诉大家 我其实是一个wrapper 都是帅酸萝卜 吃过酸萝卜 我现在人好多 这个毛子我炸杂了这个酸萝卜鱼的这种酸 它本身很脆弹的那种效果 再来一个吧 哇 这个鸭肉煮的太老了 就是现在已经完全搅不动的状态了 我感觉我在搅了一嘴的橡皮筋的感觉 前面是有点酥酥脆脆 很嫩的感觉 它在后面是越煮越黏的效果 从头到尾都是很好吃的状态 哇 我不得不说 他们家毛肚真的特别多 今天这个毛肚最少比昨天那一盘多一倍 最后来讲 今天是我第六次吃鸭鱼火锅 依然觉得很好吃 尤其是我最近爱上吃这个千层酢 我觉得它们的千层酢真的超级 就是30块钱的份量来说 有这个事啊 今天我们最快乐 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